讓人有一百 就 歪 一一 歪 就是因為這場比賽 我停了整整四年沒有唱歌 真的很難過 我想說 因為妳 好啦 我不是寫歌給妳嗎 愛的那首歌 默默 守候 看著我愛唱 最怕的我 在這邊 看起來啊 而這集娜娜大歌廳 真的太好聽了 娜娜剪輯時 心中小宇宙完全大爆發 而曹雅雯為娜娜寫了一首歌 抱一個 今天也將深聊這首歌的故事 而節目固定班底的阿超 也曾為曹雅雯寫主打歌小說 現場彈奏演唱的版本 團隊人員聽完直呼 太過神奇的好聽啊 你敢看 你敢看 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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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趕快來看看 最瘋癲開場 娜娜化身半男半女 一半江慧 一半阿度的 夢中的情話 剩咱的嘴唇有吃過 就好感情來冷靜太大 只要咱最愛滾臉 就是要看咱看一切 感謝天的真傳體會 讓咱有一次 最愛滾滾 感謝天的真傳體會 感謝你對我真討厭 對我真討厭 就是要咱的機會 有咱的嘴唇有咱的嘴唇 就好感情來冷靜太大 就讓咱最愛滾臉 就是要看咱的嘴唇 感謝天的真傳體會 讓咱有一次 最愛的機會 歡迎雅雯 蔡雅雯 哈囉 最沒有禮貌的歌手 剛剛唱的都不看我呢 有沒有禮貌啊 掌聲鼓勵 耶 歡迎蔡雅雯 耶 哈囉 終於來了 因為今天有個很重要的事情是 一個新節目誕生了 因為其實第一代呢 是由蕭煌琦跟露露主持 那這次露露換成你跟浩子 然後加上蕭煌琦大哥 還有蕭煌琦老師 對 那你自己心裡會不會很有壓力 要接棒 算是露露接棒耶 對不對 不是啦 人生不就這樣子 沒有 因為其實我覺得 跟浩子哥還有跟蕭煌琦老師 一起主持 其實還蠻輕鬆的 因為他們有自己的 類似Dringle主題歌 對 對 這是我們三個人寄寫的 重點是裡面它飆海豚鷹耶 其實我們有邀請非常多 很經典的一些傳奇人物 譬如說 洪一峰老師的兒子 洪仁洪大哥 沒錯 然後還有文香老師 所以他介紹的當時非常多 我們台灣一些歷代的經典歌曲 我真的是聽著好感動 尤其是文香老師那一集 我在旁邊主持人 然後看了影片 我只能哭到嘻哩哗啦耶 有這麼樣的一個人 然後可以為台灣台語文化 這麼的努力 然後去做傳承 因為叫做 2.0 所以我們這次其實是 有加入新的台語歌的一些 潮流元素 所以我們也邀請到很多 當下年輕人非常喜歡的樂團 譬如說宇宙人 我們這個節目是希望大家都盡量的講台語 交流 所以有些來賓會很緊張 就是 然後他們說 贏啊沒關係你慢慢說 連芭蘭還有烏杯啊 他們都非常的厲害都有來 好想看喔 超酷的 因為我現在還沒有看到 我非常的想看 真的要看超酷超酷 而且在節目中還有一首歌 就是許若萱的芭蘭耶 也有在節目上唱過對不對 對 因為其實節目上沒有 不管是舊歌新歌都有演唱 不如現在我們就來一起合唱這首芭蘭美好不好 好啊好啊 好啊 好啊 既然選了 你借君的唱 你聽君的心 我都知道 君是馬人的 門花哪受傷的 我永遠是你的 是你的伴 你哪知道 我借你的唱 我聽你的心 讓你知道 君是馬人的 門花哪受傷 我永遠是你的 是你的伴奏 你唱得好好聽 你也唱得很好聽 沒有 沒有 我就是要很謹慎 因為她真的很安靜前面 你知道嗎 然後因為畢竟她還是女人的歌嘛 我的Key還是就是你知道 要好謹慎去想像怎麼唱 我覺得你唱起來很單純 你有一種很清新的感覺 謝謝啦 謝謝啦 蠻喜歡的 蠻喜歡的 徐柔軒也聽到沒 沒有啦 嗆屁啊 剛才有在聊到節目上 可能有新舊不同文化台語的 歌的方向 像你也漸漸成為那個影響力 在台語歌曲的文化上 有一個新風向產生 你自己有沒有什麼感覺 大家都是這麼傳的嗎 不是傳的嗎 我覺得是 已經是認證 已經不是什麼傳言了 就是你真的在台語市場 帶領一個台語歌 進入到新的境界 契機是因為我 因為我是台灣人 然後上來台北也十年了 然後其實有一次呢 我在那個做計程車 一上車之後 然後司機就問我說要去哪 但是我就脫口而出 我講了一大串台語說要去哪 然後他就突然間嚇到轉過來 他就說 妹妹 你年紀輕輕喔 台語才好這樣 所以那個司機也蠻女性化的 妹妹 他一直揉那個司機 沒有啦 你繼續講 奇怪了你 他嚇到你的台語怎麼那麼好 對對對 然後又說 為什麼我年紀精英台語這麼好 我就覺得說 是不是好像真的越來越多人 不太會講台語 我覺得其實蠻可惜的 因為像我們這支 這支那個 熊爬大王歌2.0 就有新的潮流跟舊的經典 要一起融合 就是為了想要讓年輕人更能夠接受 甚至是喜愛台語歌 沒錯 對所以我就做這樣專輯主播 然後其實真的有很多歌迷 他們就是 覺得這首台語歌很好聽 然後他們就自己cover 傳給我 然後真的就是 台語很不標準 但是你會覺得 哇很可愛很感動 就是你們願意去學 你們覺得 竟然開始覺得 欸台語歌可以那麼chill 那麼流行這樣子 沒錯 對 我覺得超開心的 我們現在很多人可能會看到 就是曹雅雯現在成功的那一面 其實過去中 一定有很多很辛苦的一面 才可以走到今天 還是沒有一路順風嗎 我確認一下啦 不過我現在又一個實際的案例 給大家看一下 曹雅雯過去真的有一些挫折 我們來看一下影片 接下來馬上歡迎來自台南 21歲的曹雅雯要演唱 周慧的最愛 歡迎她 很抱歉 沒能過關也沒有加分題的機會 謝謝雅雯 謝謝 天啊我的天啊 你們看到桃子的姐 桃子姐的表情 謝謝雅雯 沒能過關也沒能加分題 謝謝 謝謝 哪裏找的 你看她分數極低 對 而且呢我告訴大家評審是誰 有黃小虎 有王偉忠 黃韻玲 袁文仁以及楊宗偉 有什麼話對這五位評審說呢 欸就是感恩大德啊 你當下我 有印象心情如何嗎 我永遠忘不了這一刻 怎麼說 就是因為這場比賽 我停了整整四年沒有唱歌 真的假的 我認真傷心 我非常認真的 就傷到我的那一顆心 因為那時候 我就覺得應該是OK的 因為我就有練歌什麼 然後呢我回去 我真的在台下 我不誇張 因為我身上沒有帶衛生紙 然後那時候是冬天 整條圍巾 全部都是我的眼淚跟鼻涕 完全沒有辦法停止下來的痛哭 然後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就再也沒有參加任何的歌唱比賽 一直到大四 參加民視的明日之星才開始 我覺得人生就是會這樣 會遇到很多的事情 每一件事情發生 都是一定有它的原因 對我覺得那是一個 時間上的安排吧 也許那個時候就時間還沒到 就這樣子 對 不如我們現在再唱一次最愛好不好 欸我忘記 我忘記 我給你歌詞 你不要擔心 欸你會唱嗎 我 好難過 可以嗎 我被哭出來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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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好可怕 這個節目 我真的覺得 很好 幹嘛啦 這樣子我今天會很娘耶 沒有關係 有什麼感覺 有什麼感覺 哎呦 不是啊 你重新再唱一次 當時讓你很受傷的歌曲 超受傷 這是我應該第二次唱吧 哇 天啊 你真的是很過分 哈哈 你剛剛說什麼有黃玲玲老師 對啊黃玲玲老師 後來我們也是變成很好的合作對象 合作夥伴 對我覺得開心啦 我們常常會看到別人很成功的那一面 想說天啊為什麼 可是每個人他都有經歷過人生很煎熬的時刻 大家一起加油 哈 哈哈哈 過去了你的歌曲就開始有一些變化 是一種台語歌曲沒有感受到的新風味 在上一張專輯的主打歌叫做小說 那這首歌剛剛好呢也是我們團隊的台主 阿超寫的 所以呢現在就要由阿超來為這首歌伴這種小說 好可愛喔 我需要一種鼓勵 一句彩灰 白鶴吹起的世間 榜榜飄火 難說好的魚仔 丟流風魚仔 不聽話的出語 不聽聽聽來君頭 過需要一種訓導 一杯酒頭 見譚你送的筆碼 榜榜蘇蘭 難是起的英文 丟流風英文 睡點愛情的遺憾 朗朗都有幾項 心是一個措斷 你是一本瘦山 我們的青春 誰的聲 誰的半 你是一本沒看完的瘦山 一分一段分一半 我們的未來 雖然已經聽說 我頭是粗粗的美麗 有我沒變化 一本沒看完的瘦山 春的一半天有人伴 你閉嘴我 我的家 真正的山 青春 望望山 站在那裡看 你跟我 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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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在走 一粒一粒一粒 風水在我 Connect一粒一粒一粒 manufactured 一粒一粒一粒Fire 又ست一粒一粒一粒 一粒一粒一粒 autes funds 青春一粒一粒一粒感覺 愛情很像一粒一粒 lequel 爱情很像一粒一粒為什麼 每一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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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ople看一粒一粒을 愛情就無少的瘦山 若無奮貴 結局是怎樣 別問我 可能是因為那一次合作很愉快 所以就是促成了這一次 一樣是石芳老師的詞 我拿到詞的時候我連小說這兩個字的台語 我都不知道怎麼講 老師都會用那個MP3 他都會錄這首詞怎麼念給我 這首歌跟徐富凱的《聽你的離心》是這樣子 我才會寫 《聽你的離心》好好聽喔 我聽你聽你的離心 你愛我愛我這麼用心 所有愛不到人的親親 都是為著別適合的人 團結 我超喜歡這幾句的 超好聽 阿超姐真的好棒喔 懂嗎 我們非常的有緣 除了阿超姐的這首歌給亞文唱之外 其實你的上一張專輯裡面 有一首歌是因為我 我是你的Muse是不是 對 對 就是有一首歌 是因為我而想像到這首歌的這樣 是什麼歌可以介紹一下嗎 就是我這張專輯的一首歌有歌叫《爆一個》 對 這個是我們拍了一個電影叫葉卓 他的插曲 但是其實最早之前是 我寫給娜娜大師的歌 那是兩性公投案 對 那個沒有過 對 然後因為他隔天就在那個臉書上直播 因為我本人呢就是娜娜大師的粉絲 就是一直在默默牽水的粉絲 謝謝謝謝 對 所以那時候你在直播我剛 我當然也就在看 剛好看到 我也在看 因為你唱了什麼歌 我唱繼續奔跑 對 繼續奔跑 然後你唱一唱 他就哭了 然後我真的 我當時我真的是 真的嚇得好像說 天啊 那個Diva 就是平常在那邊別有標高你的Diva 現在在那邊給我痛哭 然後我覺得不可能耶 而且當下其實是我是很震撼的 我認真很震撼 然後我一直很想要 很想要抱他 我就很想抱你 所以我當下我在看那個直播我就寫了這首歌 我多想給你一個肩膀 讓你把所有重量都輕輕放下 曾經那麼拼命 就算遍體力上 那一天才能把幸福的抱 每一次點倒人 爬起來 繼續奔跑 其實在公投上面的 我覺得其實結果現在到現在我們都知道了 可是重點是很多人在當時是 心裡是非常的難過的 他覺得全世界都在反對他的時候 他很難過他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他不敢跟周圍的人講 他覺得周圍的人全部都在反對他 因為結果就是大眾的結果 所以他也不敢跟周圍的人講 所以那種私訊就爆掉了 全部人家在跟我訴苦 一定會啊 然後你就會覺得很難過 真的很難過 我想說 因為你 好啦 好啦 我不是寫歌給你嗎 好啦 好啦 這是大家都很可憐 不是因為大家都很辛苦 這樣其實每一個人 面對挫折的方式不一樣 對 然後大家真的不好過 然後社會上有非常多的 非常多的不公平 對 勇敢閃爍 親愛的 親愛的你並不寂寞 像你最愛的說 其實像雅文寫這首歌是 給了給了我們很好的一個 就是一個希望 對因為其實我在寫歌的時候 我一直覺得說我還能夠 我能夠做什麼 我覺得 我就想說 我們也不能做一些違法的事情嘛 對 當然不行啊就是 所以我覺得 可以用我們的創作 我們的一些文字 來反抗這個社會的殘酷 這是我寫歌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我們現在就來一起來演唱這首歌吧 你可以嗎 OK嗎 先休息一下 好的 好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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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請 詞曲 李宗盛 更深屬 親愛的 親愛的你並不寂寞 像你最愛的那首歌 默默守候 某一個 親愛的你眼裡的彩虹 是最堅韌的初衷 生命有太多不完美 才知道你的愛有多麼珍貴 我一個 我的親愛的 別讓規則成為你愛的負累 不哭不哭 你的眼淚 是珍珠 別讓規則成為你愛的 親愛的 少一個 好決心 我最愛的愛 我最愛的 precisa 我最愛 也會眼淚 也會挺 1989 很快 這回太深水消息 為什麼 吸氣太滿啊 你的BANBAN還沒唱BANBAN 而且還用那個 一半的一半女的裝扮 然後一直用那種 很感恩的表情 好噁心 很感恩的表情 他身經病啊 終點是呢 就是希望是世界上的 我覺得每一個人就是可以 繼續的關懷身邊的人 給大家支持這樣 謝謝阿超 謝謝 謝謝 因為呢避免就是 整個節目情緒太過於沉重 所以我們還是 聊回一下 上班台灣瓜點鈴 對 我看到節目中真的有非常多 很精彩的來賓喔 像黃菲姐啊 紅龍猴大哥 還有陳生 李懿君 張秀卿等等 很多 而且呢裡面有非常多 經典的歌曲 看到其中一首歌的時候 我非常有感覺 那是我經紀人非常愛的歌手 是 經紀人的愛歌 對 所以我就特別選出來 然後想說想聽你來現場演唱 好的 愛唱一首歌 一首五頭五月光 有時快樂 有時悲傷 有時一寸孤段 愛唱一首歌 借路 我過頭去看 真相跪跪一半 算在路後來唱一條歌 一首歌 唱也唱不散 王室一步無情笑彈影 有時尊悲得到聲音樂 就要配合百人心情 一首歌 唱得聲浪漫 一日一句都是討厭 因為無人在 我的心有我痛 耶 真的很期待整個節目上有更多的歌手 然後加上你們的主持群的都很會唱 是 很期待 節目的最後我就想說 好好好 我就試著來做一個創作者 我就把那首英文歌硬要翻成台語 來自就是天后門的合唱叫做BanBan 我們一起來送給大家BanBan的台語版本 等一下 妳可以讓妳看她的手 為何妳知道什麼叫別人 我沒聽妳給我演歌 讓我看媽媽媽自己是什麼樣 妳是在戲 情歌 嘘 妳感受愛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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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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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掌聲鼓勵 掌聲鼓勵 好的 謝謝曹好文 記得收看 雙扒台灣瓜2.0 經典陳情 Yeah 今天來上娜娜的節目 我實在是很開心 因為我等很久了 我都想說她到底什麼時候要找我來 真的是 我都問你寫一首歌了 我到現在才來 其實我也是蠻上心的 罵一下經紀人 我早就跟她說要來邀請 對 謝謝 不要這樣 好啦其實我覺得 很謝謝娜娜 然後有這麼棒的一個才華 然後可以娛樂大家 然後自己又很有才華 很會唱歌 所以我覺得很開心 也為她寫了一首歌 那希望大家也能夠多多支持 就是我要即將要上檔的一個新節目 就是最怕的 我都在這間經典傳奇 是由我還有蕭王琪老師 還有浩子跟我們一起主持的 有舊的經典也有新的潮流 一起MAX在一起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哦 謝謝阿布雲來陪我玩那麼多首歌 我實在不想太過感性 抱一個那段 我整個哭到 就是發瘋 很像瘋子 但真的謝謝你 阿超彈奏 亞文演唱 小說的那段 真的是我這輩子聽過最好聽的段落 過程中聊到星光大大淘汰的片段 沒想到對你影響那麼深 但阿布雲 你真的做到了 能夠笑看過去那道傷口 真的是又美又痛又爽的畫面 看影片的你 也正經歷著很大的挫折嗎 因為今天的影片能給你溫暖 像你最愛的那首歌 默默守候